男人五十三 我是李柏倫 我是小哈 我是杰森 今天沒梗 今天你特別開心 超開心 因為那個 少了一個工廠 你今天不用上班 白天 不用上班 所以你整個裝扮很輕便 很輕便 是是 然後又少了一個複製人在這裡 複製人 對對對 為什麼複製人今天沒有來 不知道 複製人好像播半夜的NBA 他播半夜1點鐘 昨天晚上1點還 3點還幾點 1點鐘 他跟坤哥2 對對對 你是不是突然想到了什麼 這是昨天那個 我也突然想到了 好了我們介入主題 我們來討論一下 上個禮拜 就是前兩天 聯盟裡面 肌肉賽的兩場重要的賽事 哇塞 對很重要 因為尤其第一場球賽 我們呆呆教練 真的是很厲害 真的 新成立的球隊 然後中間換主帥 就大家都一致不看好 因為這邊在座都大家應該 對對 因為我是因為好朋友 所以我3比1還給他的一場 哈囉 誰不是呢 我們也給他一場 是是是 我已經沒有給他那一場的人 現在不在 所以他今天不能來 因為他已經 他已經直接被淘汰了 我想說做人留一面又好見面 又好見面 就沒想到他第一場就已經贏球 哇塞 對在第一場比賽裡面呢 先講一下 這場比賽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節 他們就有一個大幅度的領先 來到了35比12 就有點把中性打傻了 可是後面第二第三第四節 中性也慢慢發揮他的實力 把比賽追到了這個比賽的OT 那OT當然有一個機會 就是阿巴西可以把比賽決殺 但他沒有投進的情況之下 比賽當然就進到了這個 所謂的OT的比賽 但是OT的過程中 中性其實過程還是領先的 甚至於到24秒的時候 剩24秒的時候 球權在中性手上 那時候中性還贏一分 然後被犯規 但是兩罰中一的情況之下 然後換海星去罰球 那第一球大勝進了 第二球大勝沒進 但他們老外拉下籃板以後 又被犯規 結果最後把比賽給罰贏了 對 兩位開始說一下這一場比賽 其實我覺得這場比賽 真的 就是說在籃球場上 我們經常在講 在籃球場上 我們非常不歡迎一個人 是誰 就是蘇毅潔 是 昨天基本上這場比賽 就是這樣子 輸一節 就是從第一節先輸一節 是 最後三節 除了那個OT之外 後面三節都贏 都在追趕 但是就是這第一節輸掉 所以說等於說 對整個其實 一開賽的氣勢 對於中性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的 非常的會差很多 但我覺得重點 真的還是在 我覺得像這種 這麼重要的季後賽 一個控球 能夠串聯整個比賽 非常重要 尤其是這個控球 必須要是能夠穩住場面 然後讓大家是非常信任他的 那就是偉翰 那偉翰他其實他 我覺得他的傷 當然是還沒有完全好 然後再加上 OK 那其實今年謝亞軒 他對於整個球隊的串聯 對於整個組織上面 有進步很多 但是 偏偏又少了一個阿巴西 他的好戰友 因為少了阿巴西之後 其實就比較沒有人 可以去前面衝鋒陷陣 其實你看 昨天擺出來的整個 特工他們的這個先發 他們有小鼎 有大漢 然後再加上其實 兩名外援 再加上這個謝亞軒 其實每一個都是可以把 場這個穩住的球員 尤其是他有小鼎在 可以把場子穩得很 整個穩住 但是 一開賽沒辦法去衝鋒陷陣 是 小鼎可以把你穩好 穩穩的 但沒有辦法帶你去衝鋒陷陣 是 最能夠帶你衝鋒陷陣的兩個人 一開始沒有上場 是 對然後再加上我覺得 哇 真的戰神他們的這個整個 所有球員的 心理素質還有心理建設 真的是非常強 反正我就是跟你跟你拼了 反正大家都看好你 對阿 對阿大家都說 都說你們一定會進阿 那我們就來阿 那我們就跟你拼阿 對不對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一些壓力 還有就是我其實之前就講到 其實 戰神他們對於這個 特攻他們的進攻 他們的防守其實是相當好的 他們可以有效的 把整個特攻他們的推進速度減慢 而且整個推進他們可以把他戰線延長 就是說沒辦法讓他直接攻到底 因為特攻很重要 很重要就是他們整個五個人這樣子 等於說一條線 點線面 這樣子往前去重做這個 不管是快攻或者 early offense 可是戰神其實對他們的防守 是非常有經驗的 所以我覺得在第一節一開始 有一點點把這個 這個特攻給打懵了 所以就是對 就出現了我的好朋友 蘇伊杰先生 這種狀態 對阿 所以就最後 但還是恭喜戰神 我認為說 戰神這場比賽還是贏的 很有道理 是 但是我認為因為受傷的關係 因為那個誰 後面 對阿 受傷的關係 後面 要再贏真的不容易了 因為真的啦 因為特攻 雖然說現在阿巴西狀況不明 但是看起來阿巴西的狀況應該會比 那個Jefferson要好 樂觀一點 要樂觀一點 對對對 所以我認為要再贏的話 戰神也不容易了 補充一下數據 其實小阿剛剛講的沒錯 就這支球隊本來速度上 就是跟得上中信 所以他就退防 他也跟得上對方的一個全面快攻 可是整在進攻的情況之下呢 最後在禁區的得分 他們是44分 壓制對方 因為大家都知道中信就是 中風禁區裡面是比較矮小一點的 所以他變成是 快攻的部分 被對方給抹掉了 但是進攻 防守的部分 反而人家在他禁區裡面 拿了非常多的分數 尤其這場比賽裡面 還有一個數據就是 中信這支球隊 雖然助攻傳了多 31次 但他20次的失誤 這20次的失誤 被台北戰神拿了15分 對那這場球在傑聖波的 其實在現場 感覺到什麼樣的一個氣氛 其實一開始 賽前的時候 我們聽到那個恩多 就幫我們問球團 恩多他是那個腳踝 右腳踝韌帶的一個拉傷 所以他沒辦法打 然後那時候 我們心裡就量了一擊 我想說完了 我們的賭注 恐怕他要變成3比0了嗎 既然可能會輸給張揚 完蛋了 完了完了 難道張揚最後是賭贏那一個人嗎 我們要被絲襪套頭了 結果 但是我覺得第一節一開始 其實後面賽後的時候 光哥跟謝亞軒都有講到 就球隊第一節真的打得很不好 因為第一節出現了很多 很奇怪 就是你看到特攻這個球隊 這麼成熟的球隊 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比方說他們這些失誤 比較無厘頭的傳球 然後隊友之間的一個溝通默契 好像都斷掉了 都斷線了 然後還有就是剛才阿伯講到那個 禁區得分嘛 因為恩多不能打 所以柯倫紐克他幾乎打滿了整場比賽 然後第一節呢 柯倫紐克持球的時候 很多球都直接掉後門掉到籃底下 他們在前防守 可是最後一線都沒有人過來幫忙 然後你就會覺得 輝哥那時候就有講說 球評是陳輝 輝哥就講他認為 就是特攻他們有一點太放鬆了 就是第一節沒有出現那種 該有的防守強度 他們可能當成是一場 很普通的例行賽來打 然後呢偏偏戰神這一支球隊 就是他們沒有包袱 那他們沒什麼可以輸啊 因為外界普遍就是不看好他們 有機會過關嘛 所以他們可以放開來打 然後我覺得RHJ的那個傷勢啊 發生的當下 我們心裡也都量了一節 因為後面第四節的時候 球團跟我們說是 他的那個韌帶斷裂 十字韌帶斷裂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哇那這個協賽大概 真的要贏 就像阿哥講的 就是要贏就是要贏今天 但又被逼到了延長賽 然後延長賽我印象很深刻 這個是一開始 艾德跟那個曾文鼎 連進兩顆三分球 那時候差六分 然後好像呆總有喊一個暫停 我有點忘了 因為那一場實在太刺激了 然後喊一個暫停回來之後 大勝切進去被阿巴西蓋火鍋 那個時候差六分 然後又再延長賽 大概會覺得說應該就是一波帶走 但我真的必須說 戰神那場比賽真的大的算是 我覺得可能是今年賽季 最好看的一場比賽 雖然過程當中可能特工第一集 他的比賽內容沒有很好 但是我覺得戰神他們沒有讓 延長賽特工直接一波反撲逆襲過去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球員的信心也好 是很大的提升 然後有一個很感動畫面 就是Jefferson他賽後 我們要訪問JJ 就是Johnson的時候 他忽然間出現 然後就組著拐拐 拿著拐槍跑出來 那一幕真的是 你看的會 是球員的話 真的看那一幕會感動 對 然後 而且最好笑的是 他組著拐槍出來 然後好像是Johnson 很興奮的就準備要往那邊衝了 然後感覺他很害怕 然後最後一秒 他就有減速這樣 對對對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 大家還不是很 只知道他是受傷 那我球團的公關有講說 他們好像是 去醫院檢查後結束 有說那你要回宿舍 還是你要回球場 然後Jefferson說我要回球場 所以我覺得那個 凝聚力 戰神的凝聚力是有點 有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 他們並不會看好 可是我覺得他們是 非常團結的一個球隊 然後我記得那一天 結束之後 因為是打得很激烈 然後就我朋友跟我講說 這場比賽就是 辛苦了還是什麼 我說不會很辛苦 就我覺得我們 播球應該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有些時候 你播到這種比賽 你會覺得自己不 覺得自己不像是去工作的 我說我們很像是 跟現場球迷 或是 就是這兩隊的球迷一樣 我們好像是看了一場 很熱血的兩個小時的灌籃高手 或是看一場夾子圓比賽 因為真的很像那種 日本高中籃球或是棒球 那種輸一場沒有明天 你看到戰神那種拼勁 我覺得特工一開始 就有點被嚇了 就 心裡的武裝沒有做好 我整合兩個 包含小哈剛剛講 其實第一節的 或是剛剛你講 陳輝講的 其實很明顯看起來 特工就是一開始有點親敵 然後想要拉回來過 然後又發現對方 有一個主力球員 就是Jefferson 對 受傷 那感覺起來又提不起 又問啦 所以就感覺起來 那個始終緊張的程度 拉不到那個地方 但是對面又 當然除了他自己 狀況沒有挑戰好以外 也可以看得到台新 他們真的就是 大家看不 大家覺得我們不會贏 但我們基本上 就打得很拚 即便在有 重要球員受傷的情況 其實就是一來一往的情況之下 最後兩隊就只有一分的分差 那如果讓你們選 你們覺得影響比賽的勝負 我先講贏的一邊好了 就是說 如果贏的這一邊 台新這邊選一個重要的球員 你們會覺得 是誰影響左右的這種賽事 如果以我來看 我認為還是林秉勝 還是秉勝 他的整個 他的防守能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強 帶給整個台新 真的非常大的一個能量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其實秉勝他 他這個在今年喔 被我們有一點點詬病的地方 就是有時候他太 他當然就是說 他得到這個消息就是說 你必須要來帶領球隊 你要帶領球隊 所以有時候他會想要 用他的得分來去帶領球隊 但其實這場比賽 他還是找回了他自己的初衷 他知道用防守還有能量 還有積極拼鬥 可以完全的帶領這個年輕的球隊 所以我認為秉勝 那他的得分其實也不低 好像也得了15分左右 所以就是剛剛好 他在攻守兩方 都可以帶給這個戰神 非常好的一個能量 再加上他其實 他對於這個特攻的了解 在這個戰神裡面 他是最了解的 所以他可以有效的帶起整個這個 戰神他的攻守兩端 確實上個賽季 因為他是中性的球員 所以他對中性整個進攻的系統 他其實非常了解 所以他只要把那個第一線的人掐死 那個球只要不容易轉得動的話 後面其實都比較好補 那傑森你覺得影響比賽裡面 你覺得誰是贏球的那個關鍵人物 我覺得其實全隊都有 就是都有互補 然後我們賽後是訪Johnson 因為他抓了16個籃板 然後柯倫紐克那一天 因為幾乎沒辦法休息 他其實到了第四節下半場 他第一節的時候 就是都在籃底下 那個命中率應該是八九成 然後最後他的一個命中率降很多 降到只有四成多 因為他後面 已經有一點跳不起來 有些時候籃底下大控檔是放強的 然後如果真的要我挑 我會挑丁丁 因為我覺得丁聖盧那場比賽 他在第二陣容上來之後 尤其是在特攻追進的時候 他其實在這個節奏的一個控管上來講 是很好 那一天就是哈哥的愛將 Michael是比較低迷一點 因為 是柏倫哥的愛將 柏倫教練都是愛將 你們兩位的愛將 是 Michael那一天 我們其實一直覺得 正規賽最後一集 那時候我跟輝哥波 我們都覺得就是要給Michael 對 然後Michael我覺得他很有自信 真的有去出手 只是那球沒進 然後那一天其實我覺得在丁丁 他遞不上來那段時間 其實整個球隊是穩住的 他有幾次就是在特攻追上來之後 他的突破也好 他的分球也好 我覺得有幫球隊帶來很大的一些化學效應 是 那如果說中信 因為剛剛其實小哈有講到 他最大的關鍵就是沒有那個組織的人 應該說沒有那個往前帶往前衝的人 因為韋翰在這場比賽裡面 上場只有14點 14分鐘又55秒 很明顯看起來商事是有問題的 那我沒有辦法往前衝 就像你剛剛講 亞萱啦 小鼎啦 就是這等等的 洪翰啦 這幾個就很穩 那這個問題是會是變成是 這個系列賽的變數嗎 是 我覺得 最重要 最重要當然還是阿巴西的商事 能不能夠上場 對 我相信因為阿巴西他 基本上他也是一個非常 這個對於非常有責任心 而且非常 願意去拚的球員 感覺起來就是 他只要腳沒有斷他應該 是願意上場去拚鬥的 對 所以我相信 阿巴西就算 就是我們現在錄影的 這第二場 第二場比賽就算沒辦法 先發上陣 但我相信他可能 還是有機會可以上場 這樣子 那我認為最重要的 還是 那個誰柯丹 我覺得是柯丹 對 因為柯丹他基本上 現在 這個 尾翰沒辦法打了 那就是能夠 你能夠一個人 往前去突破 很有效的去做突破 而且可以串聯的 我認為 最重要的還是柯丹 對 那你如果說真的要把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重袋 完全放在謝亞軒的身上 我覺得也對他來說也是 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待會7點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小哈獎的幾個關鍵的球員 能不能影響到 就這個系列賽裡面的game 2 那來到了第二場比賽呢 全家海神去對到 這個台北永鋒雲爆 其實在第二節的部分 永鋒雲爆 在有卡森斯的情況之下 就25比14單節 贏了11分 加上第一節贏了2分 就已經有13分的一個零下 那場比賽其實有點算是 被壓著打 這場其實也是蘇一節 對 也是蘇一節 海神就輸第二節 哇塞你看 這真的不想遇到蘇一節 真的真的 他中間有一度改名叫 輸響義 對對對 又改回蘇一節 又再改回來這樣 因為他那時候退休了 沒差了 沒差那一節 那大概比賽內容是這樣 這場比賽裡面呢 台北永鋒雲爆 超超超 超劫23次 23次創造對方26次的失誤 而且這26次的失誤呢 他又把他拿來轉成 23分的快攻得本 所以這個看起來就是 整個軸心裡面最大的關鍵 就是這23次的這個超劫 那兩位怎麼看 結算先好 結算怎麼開這場比賽 你播的嗎 我覺得這場球最關鍵就 例行賽可能還好 例行賽 Brickman的爆銷 最後這幾場比賽好像 因為是例行賽 大家會覺得說 有影響 可能一些關鍵時刻的處理球 沒有那麼的穩定 海參有些時候在最後 一節會遇到一些考驗 領先的時候不一定守得住 但我覺得昨天就是完全 季後賽就是把這個 球隊的一個落點完全放大 昨天我們在現場 我跟灌輪教練一起播 我們看到史考特他的處理球 還有一些球其實傳得非常的顯 但一方面我們 也可能就是在雲爆這邊 其實他們是已經事先知道 就是海神他們現在可能 在組織的一個能力 沒有像之前那麼的穩定 所以他們對於這種 預測球的一個路徑上來講 預測對方進攻拳的一個跑位來講 他們做的都很準確 昨天有好幾顆球我們傳出 我心裡都涼了說 哇 史考特怎麼傳這種球 有些直接被斷走 有些是你感覺要被撥到 結果沒被操走 但是如果真的操走 昨天可能會有34超節 我們都不意外 對 就是我覺得最大的關鍵 就是在這一點 然後第二節基本上就是 其實雲爆昨天並沒有打得很好 昨天第一節雲爆 海神是把比賽的節奏 導向他們那裡 你必須說老爹 他真的是一個老謀升算的教練 他做了很多的一些辯證上也好 然後去限制雲爆 他們的一個團隊的一個進攻 那昨天第一節雲爆有點像是 每個點自己打自己的 誰遲到球 小安遲到球 可能最多就是兩個人的一個配合 那那個球的輪轉 也沒有做得很多 然後到第二節呢 忽然間可能 卡森斯第一節只得兩分 然後到第二節 他忽然間發現說 我是卡森斯耶 突然想到了 我是卡森斯 對 要跟不要而已 要或不要而已 他第二節真的是 往海神的痛處來打 所以第二節的時候 上半場結束的時候 庫薩斯三犯 艾倫三犯 胡龍帽三犯 就是第二節那個點 其實就是卡森斯一個人 就把整個比賽給 節奏給帶回去 那變成海神 接下來就是要 從後方追趕 但是海神雖然這分鐘 都咬在十分左右 可是他們每次要追進的時候 就會出現失誤 對啊 那既然叫這個 永鋒台皮雲豹嘛 就要問一下小孩 因為其實 利多就是卡森斯回來了 那當然在第二節 他毛起來打 真的他是卡森斯 但是風險 也就像你之前有講到 那網路上其實有提到 教練 還是他們最大的一個隱憂 的確 這是球隊看起來有好 但又隱憂 那你看完這場比賽以後 你怎麼樣來評斷 他們接下來在季後賽 接下來這一輪的一個走勢 我覺得真的是 他們的球員非常非常的成熟 真的非常成熟 其實你看昨天 克羅馬克有八次的抄截 但是他這八次抄截 不是那種 不是屬於那種賭博式的防守 那種突然衝出來把球抄走的 也就是說等於說 他對於自己在 他站在第一線 他對於自己在後面 第二線第三線的防守 他是非常信任的 我後面有一個卡森斯 我百分之百信任他 我這一球就算沒有抄到 後面可以幫我補好 然後再來第二線一樣 比如說像是Kiwi 像是小高 其實他們的第二線防守 也都是非常的及時 所以說對於克羅馬來說 他百分之百信任他的隊友 他可以做出這麼多好的一些 這個抄截還有防守 那我認為這場比賽真的 高經緯真的還是相當的棒 真的很棒 雖然說他好像 數據上面好像還好 但是他真的是 他可以跟小安一起 把整個場子給穩住 穩得非常OK 你要跟這種 Superstar一起打球 其實沒那麼容易 跟卡森斯這種Superstar 真的沒那麼容易 你只要有一兩球 那個處理得不好 他可能也會瞪你一下 菜交啊那個可能都已經 尿出來了 所以說對於高經緯來說 他還是有效串聯 在攻守兩邊 他完全沒有任何聲色的 一些表現出來 因為你看像 就像那個阿伯之前講的 小安打得成熟合理 克羅馬成熟合理 然後再來你說這個 卡森斯成熟合理 但是呢對於海神來說 其實海神他們的 我一直覺得海神 他們的半場進攻 是他們最重要的武器 其實你仔細看海神的比賽 他的快攻並沒有說 像其他一些球隊那麼犀利 他很重要的就是這個 就是他的半場進攻 那在半場進攻中間呢 只要找到一個 尤其對於 Joey斯教練來說 在半場進攻中間 你只要找到一個可以打的點 他就會拼命去打那個點 那對於高經緯來說 他完全沒有任何聲色的感覺 也就沒有辦法讓海神 可以不停的往你這個點開始打 然後來擴大到每一個球員 有更好的一些發揮 所以我認為其實高經緯真的 真的以第一年來打這個比賽 然後這種大比賽 可以表現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真的非常的棒 延伸這個話題 高經緯這場比賽 37分鐘 然後12分4個助攻 大家不要忘了 這是他生涯第一場的季後賽 然後他卻可以打的這樣 然後他身邊的人 不管從小安開始 一直到他的老外 都是牌子很大的 但他有辦法在這個節奏裡面 那反觀來講海神這一邊 海神現在遇到最大的狀況是 我個人覺得他是把簡單打到最好 他是把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高位的兩邊的檔拆 然後延伸出很好的 可是他以前就是把簡單打到很好 但他現在感覺起來簡單的東西 沒有辦法往上去延伸 因為真的差 因為靈魂不一樣 真的差一個靈魂 所以他現在真的看起來是不是 在這個系列賽裡面 他真的會遭逢蠻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他沒有辦法短時間去改變這件事情 對沒有辦法去改變這個事情 對 那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只能就是 就是只能 意思是 就是對啊 死馬當活馬魚 那怎麼辦 真的就是 你看季後賽 其實我們真的看得出來 你少了一個能夠讓人完全百分之百相信 完全百分之百信任的一個控球 是有多重要 你從特攻的靈魂漢 到這個海神的Brickman 對 對 你這樣子來看 真的少了一個控球 真的是 我覺得 在攻防兩邊真的會出很多的問題 確實從海神的26次失誤 然後呢 他那個原本我們覺得那個Brickman 那個位置的思考特 他一個人就貢獻26次 失誤裡面的7次 對 如果你的這個發動者 他7次失誤 而且我記得剛剛看 他是7個助攻7個失誤 是失誤助攻比是1比1 其實我跟你講 他這個基本沒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打籃球 但他一光啟動這件事情就已經錯了 他後面你很難想像他能走到 就是他後面的機會 你很難想像他能走到多好的地方去 那你現場還觀察到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剛才哈哥說 就是大家都在講教練的事 我是覺得昨天 因為我也沒有去休息室 然後 昨天只是單純到了第四節的時候 有一個球是卡森斯他就是想要跟裁判 argue 嗯 他有用這種比較激烈的一個反應 看著教練 希望教練至少去幫他爭取 但是查爾斯教練就是 就是 不動 站在那裡 對就是他比較沒有去 沒有做 給選手做這樣的回饋 那我很佩服這種教練 對方 很難做到這種事情 你會 尤其是這個有些時候要挑戰 你會忍不住 我真的 有時候真的忍不住 對 我覺得這是 這是哈哥講教練 昨天如果真的現場我們有看到 然後 灌人教練昨天是球評 他有說 像昨天海神最後一節有一波5比0 雖然只是5比0 那個分差變9分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應該還有一個暫停可以用 其實可以先緩一下 那時候只剩下一兩分鐘 就你可以不用讓 節奏全部帶到 因為海神那時候就是要搶快 然後雲豹想要打慢 可是雲豹那個時候 其實在場控上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海神連得5分 沒有叫暫停 真的 沒有叫暫停 就是還是站在 站在那個 睡著了 沒有他就是一直站著 很帥氣的站著 對對對 就感覺上好像 其實他有一些 應對上沒有做得 這麼的快 那結鎮講完這一個 那還是回到小哈講 你小哈其實最了解 這個 你上次不是說有什麼內幕嗎 對啊 我現在就是說好 現在看起來雲豹 對 雲豹 然後在這個系列賽裡面 海神的狀況 就是他的靈魂出現 這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但是他自己出問題 別人也有可能出問題 那有沒有可能在 在這個雲豹 在台北雲豹這一邊 降帥跟廠商的這個 有可能是他的一個變數 還是你覺得這個問題 影響不大 就球員強到 球員強到這已經不是個問題 反正你是站好 不要動 不要亂說話 是 就是說 我覺得如果真的會有 這個狀況出來的話 那我們的籃球精靈 蘇哥真的就是很重要了 他也許在適當的時候 如果真的他發現了 有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是蘇哥 至少蘇哥對這些球員來說 他是一個很被信任 是很被信任的一個人 那他本身又有這個 教練的資歷 很好的一個教練資歷 也有可能這樣子 但就是說 我其實這兩天又聽了一些事情 但是就是先不說好了 就送他們一首 成龍的男兒當志強 這樣子 自己都要擔起來 就是球員們男兒當志強 那我剛剛突然又想到一下 海神 我覺得海神如果說沒有做變化的話 那可能會蠻危險的 那我剛剛突然想了 因為你一定要用史考特 那史考特他又 他在這個控球後衛這個組織上面 做的又沒那麼好 他的得分又不是說真的 可以發揮的這麼好 那是要不要乾脆換 陳懷安 陳懷安 然後他去打二號 然後你換 或者是你如果說換Jones上來 對啊 你總是要換一些變 總是要變化一下 因為Jones他是可以打三號的球員 而且Jones今年這個賽季 他有擔任控球後衛過 有過 因為不太可能一直用 但是至少他是可以打 他是可以打 往外打的球員 所以他不會去站到 胡龍帽跟這個 庫薩斯 他們的這個位置 還是那高度會變很高 會變得很高 其實他這個結論是這樣 應該是說 當你在訴求 或者是在狀況不好的時候 你要做something 就是你不能就是 這個狀況已經不好 然後你什麼都不做 你不變 好做了你也不代表 一定會怎麼樣 但你至少要做點 試試看 那個做點試試看 你至少要去試 那就可以你剛剛講 那就乾脆把這個拔掉 讓他變得兩個禁區的中鋒也好 然後讓本土去打一二三號 至少你做了一些事情 不然如果按這個劇本演下去的話 大家可以想像 這個應該是 這個雲豹應該是可以過關 應該是蠻 蠻容易過關 蠻大概率會過關 但是他這個過關以後 如果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講 我們上一場沒有討論到說 大家對於3比1這件事 會有其他的想法嗎 是 沒有嗎 你是說這一個組合嗎 上一個組合 從上一個組合我沒有 沒有變動 沒有變動 好那沒有變動的情況之下 他就算過了這一關 他這個雲豹過了這一關 他下一關遇到中性 這個就不見得了 不一定 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是是是 難而當自強可能 已經 神龍這首歌可能已經沒辦法救他了 對 有可能 是是是 所以這個基本上 比賽還是變得非常的難說 是 那 還是需要辯證了 而且其實Jones他 他擁有很好的一個 自己抓到籃板的時候 自己推進的一個能力 至少也許 在快攻來說 對海神 出地球或者是 一個快攻 可以 可以有一些變化 重點是要變化 你如果就是一灘死水 我覺得 不容易 那看完第一場以後 我們來做個結論 中性那一個 大家雖然說 我們呆呆教練 贏了一場 那我們在座的三位 都是3比1 但是這一個系列賽 我忘記大家是 我是3比2 我也是3比2 我是3比2 你是3比1 我忘記了 我記得你是3比1 OK我是3比1 OK好那 你是3比1嗎 那有 我忘記了 有要調整嗎 對啊有要調整嗎 這看起來 這很重要 不能調整 不能調整 我們只是想法而已 想法有沒有 讓你覺得 你的之前的一個想法 是有點 不是很理想 我覺得我不動 我還是覺得 這個系列賽會打滿五場 我也覺得不動 要是我的話我也覺得不動 那你們講個理由 為什麼 明明第一場 看起來是有點差距 而且失誤這麼多 那為什麼你們還堅持不動 對我覺得其實這個系列賽 如果哈哥講的 你換Jones也好 或者是你換陳懷安 因為昨天陳懷安上來打 那段時間 其實海參是看起來 節奏比較好的 而且陳懷安昨天有一個 就是他一直以來都不是一個 進攻欲望很強的後衛 他昨天投進個三分球之後 雖然我們在最遠的地方 我們看到他很振奮的怒吼 那時候覺得說那個氣 海參這邊好像是找到 比較對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系列賽 如果說接下來在一號這個位置 老爹會做改變的話 讓陳懷安多打一點 我反而覺得以 我單純比兩位總教練 我覺得兩位總教練 昨天灌人教練是球平 他也講兩個總教練在 面對場上的一些突發狀況 應變對方陣型的時候 其實Joyce教練是 他的反應是最快的 一定是最快 而且他不斷 他昨天所有登陸的球員全上了 他連秦明慶昨天也上去打了一場 可能都在準備下一場比賽 他就在準備下一場比賽 然後昨天其實就是差在球員的執行力 因為你一場比賽26次的失誤 不可能會贏 所以昨天就是差在執行力 因為雲豹第一場比賽 說實在其實並不是打他們 打出他們最 看起來大家期待當中最好的一個內容 那小哈覺得 你覺得 為什麼還是堅持就是說3比2 就表示說你對海山還是有一定的信心 還是有信心 怎麼樣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在教練上面 Joyce教練他真的是一個非常 他的能力真的是相當棒 再來就是 其實我們看了很多比賽 Cartens可能打第一場比賽 打得很好 到了第二場比賽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有一些傷痛 或者他體能上面就會有一些不舒服 出現了 變數 這是變數 那如果說真的少了一個Cartens 對於雲豹來說 我認為進區 那如果說比方說 進區又擁有胡龍茂 Jones 然後庫薩斯 還有艾倫 這樣子輪番的去打他們的這個進區 然後再加上這個Cartens他的狀況 比較沒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整個外線對於海神來說 他的半場進攻 在半場進攻之下 外線只要一打開 我覺得對海神還是有 蠻有信心的 我想這個結論就是說 雖然場上的球員 有出現一些狀況 但是感覺起來兩位都對於 這個海神的教練還是比較有信心 相信他在這個逆境裡面 有可能找出什麼變化 然後去讓這個局面做到一個翻轉 甚至有沒有可能那個3比2變成是反過來 欸 難以說嗎 欸 我以我的身份 我就不好意思這麼說 對對對 我還是相信就是我們 這個 台皮 對 台皮有沒有引爆 是是是 好這個看起來 這接下來反正 從待會 就是我們現在錄音的 待會7點就有這個中性的比賽 跟這個我們呆呆教練的一個 台心戰神的比賽 希望大家去支持 現場支持 或是這個線上支持都可以 那節目結束之前提醒大家 別忘了給我們五星好評 並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追蹤男人五四三的IG 和我們一起唱彈籃球 我是李柏仁 我是小哈哈 我是傑森 男人五四三 我們下集見 掰掰 掰掰 五星喔 小鈴鐺叮鈴鐺